但这一次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民进党的委员他们占领了内政委员会的主席台 是不想开会 不想讨论还是有民主 对他们来讲不讨论还是有民主 但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呢 你如果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 所以呢对于绿营而言就是一个双标的情况 所以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啊 你不是说要讨论吗就给你讨论啊 从头到尾今天都没有直接说 我的选爸爸要直接给他过关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什么 禁腹恶毒直接送出委员会也没有啊 就没有这件事情嘛 那可是呢现在民进党就很担心 所以他们就觉得啊那不行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主席台把它霸散得好好的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然后今天就一直闹到下午就解散了 装美式 所以大家觉得这也太荒谬了吧 好不好这也太荒谬了吧 今天一大早呢我们就发现到 哇立法院又在乱了又又在乱了好不好 这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们 他们今天就假动 所以全部都冲进去了这个内政委员会当中 那大家就一片混乱嘛 那这个赵伟是高精素美 他也很惨 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就是生病 那他今天还要在主持这个会议 就看他已经就是戴着口罩 感觉已经快没有什么声音 但他还是要一直在那边大喊 就是你知道喊到就是 就想要请那些绿委们安静一点 好不好 维持一下秩序 好但没有继续吵 很吵 吵到不行 很吵 吵到不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呢 他到底现场有多混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高精素美委员 他当场也说了一些话 吵一ings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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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ri一ings无效 请你把安静让我说话都不说话� 140 在长寒线让我说话都不说话 王确保情况下 说什么安静我就不缺顾 吵一ings无效 退一ings无效 发 Sel争 automat�羅常安静 我要禁忠乎 任我们探討 特别经常做好安静 你觉得要看 Exped对üss フロ益 对抗政府 对抗政府 不要讨论 飞овор 推一ings无效 unta不要考墙 没有录论 对抗政府 实际乏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高晶素美委员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他已经看起来已经有点快要没什么力气 然后这样子大声的喊话 但是呢他也是cue了一下装瑞熊委员 安静好吗 特别cue他瑞熊可以安静点吗 受不了 实在是受不了了 那后来呢其实到了一直到刚刚下午的时候 其实本来这国民党心里想说 好如果真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原本的地方占领的主席台 因此导致无法开会的情况之下呢 不然我们就转移阵地吧 然后心里想说那不然我们就转到其他地方去 但后来呢这个民进党他们就说不行啊 你这样不行啊 高晶素美委员你身为招委 你那时候应该要在会议的现场当中说 我们要转移阵地 你不可以在外面讲 在外面讲是宣告无效的 那民进党就不冲 不冲 我就是要待在原本的地方 你看你怎么办 就一直在那边闹 而且他们还试图的就是让议事人员 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到场内 可以去让这个会议好好的进行 所以整个现场非常的混乱 然后包含高晶素美委员后来被挡在门外 所以他们这个基本上呢 现在已经是宣告散会了喔 今天就一团乱之后也没有进展好不好 没有进展 他们现在是说呢在这个下礼拜一的时候会来重新的排审了 所以今天这个一大早乱到下午 然后最后又不了了之 这个民进党可能也在担心一件事情嘛 因为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到说 吴炳锐委员他把这个他的版本送进去了嘛 就送进去之后就引发轩然大波 就民进党都说啊你看啦 这些栏尾又在操作了 所以呢吴炳锐他就讲说 那我把他策案好了 但他只是口头策案基本上来不及 那是不是代表说民进党可能也害怕 这吴炳锐的版本 如果不小心满不一 就真的给他审过了怎么办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就一直在讲说 哇这个选报法不能喔 不可以再这样子继续审下去 所以他们今天就一直在乱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 欸奇特怪了 这个之前国会改革的时候啊 这个蓝银跟白银的委员们 不是冲到了院会当中 议场里面的那个主席台 把他霸占吗 霸占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开会 但这一次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民进党的委员 他们占领了内政委员会的主席台 是不想开会 不想讨论还是有民主 对他们来讲不讨论还是有民主 但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呢 你如果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 所以呢对于绿营而言 就是一个双标的情况 所以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啊 你不是说要讨论吗 就给你讨论啊 从头到尾 今天都没有直接说 我的选报法要直接给他过关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什么 禁服恶毒直接送出委员会也没有啊 就没有这件事情嘛 那可是呢 现在民进党就很担心 所以他们就觉得 那不行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主席台 把他霸占的好好的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然后今天就一直闹到下午就解散了 装没事 所以大家觉得这也太荒谬吧 好不好 这也太荒谬吧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呢 其实包含像王侯委委员 他也有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然后也有被问到 就有关于在绿营的立委 今天占领主席台这件事情 他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 那民主持续不是就讨论吗 可是你今天看在这个内政委员会 民进党既然阿爸道 根本不准你开会耶 他们那时候不是讲说 没有讨论 就是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吗 他当时不讲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吗 民进党就是可以自己打脸哦 你看现在民进党脸多种 都是自己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是自残吗 民进党真的在自残 今天表现 不是是打脸 他们在五月份 他们所有的标语 所有的口号吗 然后我们 比如说当时说我们霸占主席台 我们霸占主席台的原因是 为了要开会 而民进党霸占主席台 是为了是不要开会 不要开会 不要讨论 这是民进党 他真的霸占主席台 是不让你开会 那我们当时的霸占主席台 是为了要开会 所以这个完全目的不一样 我们要让会要能够开得成呢 他今天是已经二八道连会都不让你开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最心疼的地方 其实我刚才真的有点差点要掉下眼泪 就是因为高精委员大家都知道 他最近的身体非常非常不好 但是他还是去执行他作为招委 作为一个内政委员会招委的责任 那他今天其实强托着病体来参加会议 想要主持会议 想要让会议召开 但是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霸凌高精啊 霸凌一个今天完全合法合规的招委 而且他今天是拖着病体来的 民进党就是这样的霸凌人吗 所以我们要特别讲 所有就是选爸爸里面 大家可以做讨论 那么立法院里面 我们昨天召开工厅会 今天讨论 而且请问一下 今天国民党有讲说 我们要强行通过吗 不能讨论吗 不能开会吗 好 专哥的王委员 他就有提到了 不能讨论吗 不能开会吗 我们民进党不是最爱开会了吗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开会啊 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很担心这个宣霸法 如果真的不小心过的话 他们也很麻烦了 他们完全不想让这个宣霸法持续进行下去 即便呢 当初像是民进党这个赖瑞隆委员 或是郭国文委员 其实他们都有提过相关的版本 但现在民进党呢就不想当一回事 他们说那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不要再扯到我们民进党上面来 我们全党的意志呢 没有跟你修选霸法啦 我别再说了啦 我就完全不想要再继续讨论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 民进党也在带一个风向 他们说哦你看呢 莱茵的立委 他们现在想要修选霸法 就是因为要救谢国良 所以才去修这个选霸法 昨天呢 我去基隆的这个记者会 然后就谢市长他在联防的时候 位在旁边 他其实就直接讲了 他对于修选霸法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看法 然后再加上 他也觉得这一次修选霸法 即便要修选霸法 也并不是为了他 所以并没有什么量身而至 然后量身定做 为了去救良 所以才去弄这个修选霸法 并没有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 我其实昨天本来 一大早的时候吧 然后那时候也有看到 所以好像在讨论说 国民党的智库呢 也有说一个看法 他们觉得按照这个规矩来说 按照规则来说的话 其实这一次如果修的话 也有机会适用到 就谢国良市长的这个罢免案上面 但是呢 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 是这样子吗 我就有点怪 但是因为后来的确谢市长 他自己也讲 基本上他也不觉得 这个会用在他这个案子上 因为毕竟这个案子已经 你知道就快要见真章了好不好 最晚7月8号 他们要送件的话 那马上就会去见真章 是不是要进到 第三阶段的一个投票 马上就会晓得 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 然后即便现在很快速的修过了 立刻通过了 真的有办法马上 适用到这个案子上吗 其实完全是一个非常大问号 而且甚至我觉得 其实不太可能 基本上已经应该来不及了 所以我自己看啦 其实蓝赢的利文 他们这一次可能比较诉求的 想要来把这个罢免门槛 可以把它再提高回来 因为这个毕竟现在会觉得 你明明可能 好像你9万10万当选了 这些9万10万票当选 但可能大概7万多 然后就被罢掉 大家就觉得 很怪嘛 就是你怎么会让少数的人 去推翻你原本多数人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讨论 但是呢 因为现在像民众党 民众党认为说 他觉得门槛不用动 只要去调整 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把它更严谨 更严格 所以要附上身份证 引本 这个吴炳锐委员呢 本来觉得 哦对啊 那个我们可以把那个 换证日期啊 那些都把它写上去啊 看起来好像也比较严谨 这样 但民进党就 可能给他摸摸头 说你乖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怎么一直在那边乱 那边搞事 真的不合群 收回来 真的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的确我觉得 在这一次这个选报法上面 还是可以认真讨论 因为 其实这个已经讨论 很久很久了 那我觉得现在呢 也好不容易 现在可能三党不过半 然后也不是民进党 他绝对多数的情况之下 好不好 这个把握机会 能调整就调整 因为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到时候不小心 又让民进党 假设不小心 让他们过半的话 可能又更难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应该会是一个 要很好把握的时间点 好 那除了呢 今天在内政委员会 在混乱之外呢 有几个委员会 今天也有点混乱 比方说呢 今天像外交国防委员会 还有经济委员会 都没有开会 那原因的是因为呢 这些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本来招委嘛 然后应该要主持议事 对不对 他突然可以消失 直接人就没去这样 然后大家想说 民进党的招委在干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内政委员会 那边要假动嘛 然后大家都去 所以就是人都直接一窝风过去 然后所有的官员就在原本的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还有经济委员会在那边大眼瞪小眼 然后在那边干等这样 想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这么荒谬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这个国防委员会上面 这个王宏伟委员也不忍了 想说王定宇走的 你是要回来吗 我们在那边等了有够久 那早上10点11点的时候 就大家等了很久 他想说人怎么还不回来 那你是会要不要开 你也不讲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宏伟委员怎么讲 我现在讲刚才10点30到10点32分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办法召开会议 是到底要继续召开 还是不召开 也不讲清楚 对于我们这些 我们的行政官员在这里 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因为赵委没有宣布开会 我也没有办法请你们上台 来做一个打询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最近事情实在非常非常的多呀 我刚才讲的 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的赵委 他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要事 放着我们这么多单位的重要的官员 在现场 放着我们这么多登记来出席 或者登记要发言的这个立委 好 也人也就是不见了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媒体朋友啊 我想媒体朋友也很关心今天的议题嘛 对不对 到底查了什么嘛 到底哪些单位被渗透了 我们该怎么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都很想知道 好奇怪哦 怎么我们的赵委不想知道呢 那今天你排这个案子到底什么意思呢 今天想要开会不让人家开会 霸占主席台不让人家开会 今天要开会你可以站在主席台 可以冠冕堂皇 你完全合心合理的站在主席台来 主持开会 你也不开会 请问一下民进党是怎么样 真的是心血小偷吗 是不是心血小偷 就是啊 不是真的很荒谬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民进党真的很双标 因为你看哦 他们可以这样子说 不主持义事 说散人就散人 然后就已经明明都 已经都讲好了 那个委员会什么时间点要召开 然后哪些官员要到场 还有哪些各党的负责的 这些相关的委员 或是你想要来咨询 这个议题的委员们 都可以来参与好 大家都安排好了 大家都做好了 等着要开会 然后招委也给有人没去 这就是什么意思 就大家就觉得到底是怎样嘛 你把大家叫过来 然后说要开会 我们要讨论 我们给大家问个清楚 然后你给我放空城 这样对 就大家就觉得 你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跑去别的场子 去霸占主席台 然后放自己的位置 不主持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很荒谬你知道吗 欢迎购物618狂欢年终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啦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